只是可惜的說在成績上面可能突破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沒辦法進入到下一輪這樣子 真的好可惜 奧運田徑國手台灣最速男楊俊翰 第二次登上五環殿堂 首先在男子200公尺玉賽跑出20秒83 分組第六名的成績 進入了復活賽再次比拼 最後成績是20秒73 排在分組第三名 由於每組只取第一名晉級 因此楊俊翰無緣參加準決賽 其實我蠻享受在這個場地 然後接受那些歡呼聲或是掌聲 就算他不是為我加油 但是也是為場上的選手加油 這一回奧運在世 楊俊翰碰上了美國跟加拿大的名將 以及地主法國隊選手 場邊歡呼聲不停歇 跟之前受疫情影響 沒有觀眾的東京奧運 比起來非常的不一樣 楊俊翰也說 這是截然不同的體驗以及感受 是體驗了蠻完整的 一個奧運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些的經驗跟經歷 就會是我之後在其他比賽 或者是其他計畫裡面 都是很難忘的一個經驗 楊俊翰認為自己在復活賽的狀況 比預賽來得更好 不過成績還是不如預期 但他已經盡了全力 對於奧運後的規劃 他把目標放在了明年的世界錦標賽 而他也會跟教練討論 是否從年底的全國田徑錦標賽 開始投入 希望拿到更多積分 積極的準備 之後再征戰國際大賽 繼續爭取榮耀 TVBS新聞採訪團隊 在法國巴黎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 一起Owin